今天是5月16號 星期日 那我今天來講一下第四週的週期 在講這禮拜的內容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我對於這個系列的規劃 還有我之後的頻道 的一些規劃 我覺得這週我感覺 工作上已經 虛於習慣了 我之前的方式是我每天會大概寫一下 每天發生的事情 然後等到一個禮拜結束的週末 我再稍微整理一下 錄這個週季的影片 我以後應該也會繼續這個習慣 但是我現在覺得 能講的東西慢慢開始變少 因為已經習慣這個工作方式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啦 我覺得錄起來有一點無聊 所以我以後應該不會 在每週更新 我覺得這系列應該也夠啦 有記錄到剛開始進入職場 然後開始一個工作的過程 所以我接下來想要把 時間分配到 製作更精緻的影片 就是可能 把 花多一點時間寫一個影片的腳本 然後拍一個比較 節奏快一點的影片 OK 那這是我目前的規劃 那再講一下就是本週的週季 這週一樣是在家上班 那 這週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 延續上週 上週我做了那一個 可以自動爬網頁的城市 那我這一週就是 嘗試把 那個城市放到 一個 server 上面跑 因為那一個 城市的目的本來就是要讓它可以 自動化的去 繞一些資料 所以我就試著把它在 server 上跑 然後處理一些 那些問題讓它可以 順利的 自動去跑 然後再來是 也是一些前端的東西啦 就是 修改一些需求而已 然後再來是我在前端 我們的其中一個project的前端 想要試著加入 Type Script 這週做的事大概就這樣 所以 其實也是蠻 繁瑣的 所以 這也是我覺得 這系列應該就 差不多到這邊 那之後 我應該就會 我這個方式應該是會 改成 可能有發生什麼 比較值得講的事 我才會去 去錄一集 這樣 或是 可能累積幾個 禮拜 有比較 足夠的內容 我才整理成一集 對 那 大概就這樣 然後因為最近 疫情 變嚴重了 所以 再加上班可能要延長 至少兩週以上 對 所以目前的狀況 大概就這樣 那如果希望我的影片 記得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然後 有什麼建議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就下次 見 拜拜 祝您 多謝 感到